多团队资源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选择利用carry型的上单 去carry自己的队伍 那比赛已经回来了 这场确实carry型上单也被搬得差不多了 这边有点针对上路这场 可能就特别想放他拿一个这种团队型的 而且像刚才说的不仅是snake的风格有所调整 newb这边也是有所调整 上单开始选一些输出型的英雄了 这场也是让这场拿来个大字的时候 自己选了个剑机 双人路前期 这边是上出号了一波 因为手比较长 是的 两个人技能都比较长 对 看一下机器天赋选择吧 在机器天赋上 Fiona这边带了战争热成 剑机的话 在此前有过戴不灭之卧的打法 但是目前来讲 战争热成会让它在线上有更大的竞争力 然后比较意外的 就是style of me这边男枪带了雷霆 说实话 对 很暴躁 这是一个进攻性十足的打法 因为此前的话 男枪大多数选手要是时光之际 要不有带战争热成语血的 带雷霆的话原来有 但现在来讲还是少 这一手的话 看看这个雷霆能不能为他补足不错的前期障碍了 来自掌萌的实时支持率 现在妞比的支持率是62% 领先于Snake的38% 刚刚Snake这边的一个掩饰看到了妞比这两个人的入侵 是想要绕过来 这边去选择打对方的蓝棒小怪去了 而且进去找了一圈 发现没看到对面的人 没想到对方两个人已经是埋伏 绕过来蹲在这个草丛了 对 布隆手上是有点燃的 席绕绕了一下 有没有发觉这个Q已经中了 而且点燃给上 招了闪现之后还是被打残 这边看起来要被追死 拿到了一血 但这个一血被布隆给拿到了 剩下一个扇子 妈应该是要隔墙闪现了 能不能闪出来 闪出来了 跟闪过去 两个都叫闪拿到了双杀 哇 这个双杀我刚才还想说能不能稳住 突然还陷上一波被双杀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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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本身对到线也就算了 你对到线 你自己这边两个闪现都没了 还让对方拿了一个人头 松了这边二级接抓通 果然是一个很修悍的打法 红帽银住在这边交闪现 他可能还要换 两分半多snake拿了三个人头 这还是当初那个运营拖节奏的snake吗 关键是你发现没有 三红地这个人不讲道理的 就是现在我们MTL的打野 除了香锅跟厂长这两个人 有的时候拿到千绝的时候 喜欢二级抓一下 剩下人都是野区刷完 我回家做个掩石的打野刀 最亏的是这几步不管不仅拿到了人头 而且中路双招交了 下路两个闪现全交 这等会儿南枪可能要再来一波啊 而且刚才已经说了 卢西安加布隆这个组合是有一定滚雪球能力的 还好他这波的话 钱不算特别多 因为第一个人头也是被布隆给拿到了 所以我就补了一个蜡雪 蜡雪 STOP ME这边是一个非常纯朴的二级抓中 然后直接把他抓死 下路那一波最关键的就是 Newbie不知道对方放了个眼 看到他们入侵了 对 再加上我觉得这一波对于Snick来讲 刚才的一级策略是一个 怎么说就是跟平时不太一样的策略吧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说上二路 你在对到线的情况下 两种可能 一是你打自己的野怪 二是你直接去入侵 打对方的野怪 或者说你去干扰对方打野怪 他可能觉得对面 有可能是往上走了 猜自己换线 所以就两个人推得比较深入一点 想过去骚扰一下 哇 STOP ME这边 在领先了一级的情况下 还近对方野去转了一圈 是不是看到之后 这个河蟹直接惩戒掉 B宁现在也是个四级打三级 虽然说千决 可能比男枪更强势一点 而且双人路 现在Newbie是完完全全得小心啊 是的 主要这两个人还没闪现 这是现在问题最严重 这河道视野还感觉挺匮乏的 哇 中路拿到这边一个助攻之后 感觉虚血鬼现在打得也很强势 对 主要是虚血鬼出门是个鞋子四红 回家之后 直接补了个明朗鞋上来 而且对面确实也没拿一些 比如说让他很难受的英雄 哎 是不得拿到自己的第一个印记之后 想往上走 但是刚才 我也是帮他骗了一下 示意对方在河道的右侧有个眼位 因为中下两路现在都有点太劣势了 可能帮的时候怕被男枪蹲闹 那想上路找一波机会 但是对面视野作为比较充足 赶紧现在还是去发育去吧 哇 你看style of me的粗装 他第一件直接出三速鞋的 很暴躁 很暴躁 这就有点像原来咱们老版本看打野什么 打野刀直接转五速鞋就去抓了 其实现在来讲这样出的收益已经大不如前了 因为三速鞋被砍了嘛 下个版本其实公速鞋反而就更厉害一点 什么又逼了个闪出来 自己还要跟闪 这两个人想强杀 男枪扛塔 但是这边输出不是很够 这也太暴躁了 这两个人交闪线过来 想再杀一波 然后再推波兵线进去 让这个沙皇完全没有办法发育 其实我觉得是刚才 TAC本来不想闪的 然后看男枪冲过来直接就闪现了 这波如果真杀了 感觉沙皇完全爆炸了 爆炸了 对 这波杀了就爆炸了 因为他闪也交了 然后他本来线上就一块粒20刀 再推波兵线回去 他没有传送过来 来 节奏这一下 反向cue了一波 但是现在由于 轮子妈的装备也比较差 这下路的话 还是有一定压制性的 没错 现在就是不能给对方 抓到机会摸自己这个下路 如果牛逼的下路被摸到一下 打出一套布隆的被动 就很上场了 对 因为布隆这边闪现 马上又好了 也不排除 他特别激劲会闪上去 给一个被动 来 打完青蛙 五级的男枪回家 现在就看 SWIT这边面对劣势局 要怎么处理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 经验老道的打野选手 现在肯定是在想尽办法 先补自己的发育 对 他这边已经 把猎人的药品给补出来了 肯定是要先偏刷一点 因为现在下路跟中路的 劣势比较大 一旦被蹲到 就是可能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一起死 对 你去帮的意义 也不是很足 然后上路刚才也看到了 圣强哥的事也一直做得不错 所以先刷一波 这场应该说 SNAKE算是梦幻开局吧 就中路下路的优势 都非常的明显 探克屡屡的选择 压兵线过去 压制大地的发育 大地这一波 被压了20刀了已经 但是就看 这边劣劈能不能稳住 进行他们的团战节奏了 因为不管是沙皇 还是轮子妈都需要 一定装备的支撑 去打团战 是的 直接过来反这个篮 现在野区肯定就是 没有办法了 所以就只能说让掉了 是的 这个现在 因为过去二边打不过 哎 继续温交血迟了 这边帮助沙皇 推了不现过去 打完篮打三郎 这边在上半野区 基本上被清光了这样 交城留个狼魂在野区里 这中路还好是帮助 推了一波啊 对 要不然刚才那波 沙皇推不过去线 线要一直被雪尔给 控在中间 上路的话 威跟圣强哥的对线 两个人倒是补刀 相差无几 而且这一路两边都没有 受到太多打野的干扰 哎 圣强哥这边 两个多蓝戒 其实大树两个多蓝戒 就很强了 哎 不管是你上来 想压他还是说 他直接推兵 之前有一个看到 在LCK上 大树打对线的绝杀替装 就是出门大药屏 然后两个多蓝戒 在补刀的综艺 就基本上你对线 就你别想压我 对 你对线就别想了 随着想过来 反这个蓝戒 是两边碰到了 是的 现在飞哥做个脸 跳出去 这波双人路的话 其实都差不多回家 刚赶到线上的一个节奏 可能也是抓准了 对方双人路回家了 所以才敢进行这波入侵 是的 下路冲上来砍 圣强哥的血量不是很多 开大招 回去A出不灭 再回头 这一波的话 大树要回家了 因为再往前 一旦被现机在靠有一波 打一个大招出来 就很难受了 现在变相来讲 对于大树的压制 非常成功 除了前两波的干扰之外 另外就是大树的第一个蓝 也被反了 对 但是下路的话 感觉Nubi的双人路 打得还是比较不错 在一级那么快的情况下 现在轮子妈的发育 其实跟对方持平的 证明他的 基本功做得很不错 没错 而且卢仙那边第一件 补了一个攻速结出来 因为他现出了个萃取 还回去钱不是特别多 这边轮子妈的话 也是做出了大剑之后 我觉得现在线上 能扛住压了 先倾线吧 大不了就推完命线再走 是的 而且主要因为有 扇子妈妈存在了 这个对线的压力 也不会太大 哎呀又来反这个三郎了 斯大夫蜜还是有惩戒的 再蹭一个狼魂出来 感觉对方上面也去的视野 一直牢牢地在被男枪控着呀 对 也是知道对面打野 一直在上楼嘛 所以下路这边 才能够一直推线 进来狼魂看到了 斯大夫蜜在打魔爪蛙 魔爪蛙再打掉 是不是都过来一看怎么什么都没了 这局打野确实过得比较苦啊 但还好下路这边是扛住了压力 没有给更多机会 大招给上 但是空了 沈枪激励的话扫的稍微有点歪 没有扫到 考虑尊道千决 两个人对A两下之后 想保一下这个针眼 但是应该是不太敢保了 现在 方西越轨在推下线 没啥我去补了装备之后 线上也终于是舒服了一点 刚才一直没回家呢 但南枪持续地在刷对方的野 这局野区被入侵得很厉害 是的 疯狂反野 而且南枪通过自己的视频眼 跟这个打野刀 把对方上面野区的视野 点得非常亮 你可以看一下 在十分钟的时候 在牛逼的上面 就已经有了四个红色的眼尾 第一条龙是水龙 在正常兑现的情况下 两边对这条小龙 目前的欲望还是比较小的 我觉得下龙这边辅助的话 刚才沈子妈已经是 当年的比较闪见了 有可能可以去干一波 因为如果干个成功的话 可以顺带把这个小龙给拿掉 是的 那这水龙的话 越早拿对你的前期帮助是越大的 欠绝中路过来 没什么机会啊 这两边打野都是 持续地在往中路骚扰 反倒是上路圣强哥这边 在剑级等级起来 尤其出到这个小木锤之后 有点打不过了 也是梦刀 给三环打出来 要逼水龙的大招了 沙龙也过来 大招封了 但是换掉了 水龙的大招没开出来 他在那边浇雪石被推回去 节奏过来了 他在打小兵 雪石躲掉塔的伤害 节奏过来支援了一个点燃之后 沙龙的治疗 没能如数的全额治疗上自己 导致在塔下这一波 完全没有竞争力了 这就像前面说的 感觉节奏的 前中期的支援 就是参加率会非常的高 是的 这一波其实 Swift自己的失误蛮大的 他可能想的是 自己走位已经把南枪大招躲了 但没想到南枪临死 他自己的最后下停跟A刷 把他给A死了 这边两边的打野感觉都很暴躁 是的 在野区相遇之后 就直接开始了皇城PK了 就看那边来的人更多一点 但目前来讲 变相的节奏 刚才那波能支援过来 也是源于上一波 把这个对面辅助的闪现 打出来了 应该是推了过线 对面回家补装备了 对 本身线上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自己可以自由地去游走一下 居尾的火尿袋已经做出来了 一直在反野 这个镜头我们今天已经看了无数次了 但是好在是大地的第一个篮终于拿到了 水波绕过来有个眼位 Q中了 给大 打野在后面 雷霆这一道闪电 今天一道霹雳直接带走了扇子妈 虽然说他其实没闪电也跑不了 但是这个视觉效果满分 哎 是的 就这个带这个雷霆是有意义的 就飞在天上一个雷 对 受掉这个人头啊 水龙这边杀掉了刚才 刚才说的这个没有闪现的扇子妈 果然是变成了对方打开这个节奏的一个突破口 先抓一波下路之后直接动龙 哎 这边两个人出现了一个失误 节奏过来想掉下去 结果拿枪直接走到龙的头那个位置去了 没关系 这波对方没有过来散 所以就直接顺利地拿掉了 是的 天军直接交闪见过来挂简素 但火箭腰带帮他拉开了这个位置 这一下swift明显极了呀 感觉swift这场可能前期被对方梦幻开局打得有点急躁 是的 主要是作为一个打野 你首先是自己的队友在上面取得了比较大的劣势 第二就是你的野区一直在被反 太烦到了这个时候 去哪儿哪儿没东西穿 再加上野区一波黄尘PK 还因为自己大装没开出来被换掉了 这几个人还要再蹲一波这个扇子妈妈 但是扫了一下发现这儿有一个眼位 这应该感觉到不对劲了 对 那既然抓不到人就再去野区排一圈视野 这个红区又是完全被入侵了 这刷入的很虚啊 感觉随时有被约塔的危险 站在塔下啊 回城 感觉 哎 打断了一个 这边AD看到AD回了 这三个人感觉要动手了 现在都在塔下了 好可怜啊 这很尴尬 看谁去堂 不龙这边先帮路堂 也都堂两下 但是现在霍堂是伏减伤害的 不过伤害太高了 马丁这边应该不会死 三个人约塔一个辅助还是很轻松的 最关键的是这两个人回城实践感觉有点不一样 对 轮子妈先回了 导致这边 就一个辅助被落在塔下 对 现在望着这边的塔大喊 佳怡你等等我 上路这边 哎 闪接过来 又没开始大招 哇 大树这边完成了一波单杀 呃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Swift这一局的心态有点乱了 我觉得前几波确实打他心态有点崩 对 Swift的心态已经乱了 尤其是你看现在 一个男枪领先的天爵十七刀在打野上 而且这个男枪的贡献点比较高 沙皇看到男枪过来 直接从一塔交位一到二塔 不过这局确实也是 那个在两分半周就拿到了三个人头加各种招式技能的领先 是的 打成这样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最关键的是Nubi现在能不能稳住心态啊 毕竟BO3的比赛嘛 这局其实输了 其实 后面如果说把心态调整回来 其实也还可以挡 但现在就怕他们心态有点崩弹 没错 大树身上有个红 打的V这边真是叫苦不迭 再A一下挂上红 焦闪了大树扔个儿子 还好是焦闪拉开蓄力 但是你这边不走的话 盛响哥就要过来了 先听一下 盛响哥这边不想强行暴 是因为剑击有W 开大招上来 看到千爵 可一下千爵 回身千爵这边下半血 焦虹长上来想杀 大树往河道好 附近没有人接应他 应该是要焦掉了 终于拿下了第一个人头 是的 第二个他的第二个人头 盛响哥这边绕过来 想捡个漏 看有没有机会 感觉这波是那个已经是 有点料到 对面会找人来抓他 因为这个剑击这样抬起来不走 焦急跑 两个人异形都先抬起来 一到大招开出来 剑击大招也给到鸡肉回去 回身给大招大招回血 我突然说 NewB这边感觉把 心态调整回来了 对方给了一点机会 对 上路拿到两个人头 我觉得现在可以冷静一下了 看看这波冲动了 你不能因为千诀前面两次 15秒大招放出来 你就觉得他没大呀 这个时候千诀大招配合 凡亚大的大招 是一个很变态的实在 就是我必定能把你的 回血针打出来 是 那中午上皇 其实有了那时之后 戳人也是非常痛的 哎 没错 南枪过来被戳半血 对 这样稍微缓和了一下前期 巨大劣势啊 对 这个如果不给机会的话 想到这盘其实是有点难的 对 但是上路这波 两个人头 感觉浮了一大口血啊 主要是心态方面的 嗯 下路的防卫塔 血量也比较低了 对于牛逼来讲 应该这一波 强行防守一下之后 如果再有人下来 就要放他了 对 上路刚才那波主要是 兵线推得太深了一点 他其实已经感觉到 对面打野可能要上来了 被压了两级的ADC现在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 曹勒有个针眼继续过来蹲 而且大树是没闪现的 卢先拼命的把线 推到防卫塔的下面 这个塔只剩一丝血了 是的 如果说这个塔爆了一瞬间 这两个人 还是有一点点危险呢 而且这个时候 男枪也过来了 区域也在往下走 看那个针眼看到 区域也说他们能不能 能不能够好 哇 这两个人不放这个塔 就要出事啊 给这两个大树弹起来 那是辅助辅助 直接被秒虚勇过来 好像在做一段位移过来 血吃减速到了 艾特加益 还很无众 远程男枪一发 终极包弹是轰掉了西威尔 这波也是比较没有办法 这塔的血量太少 其实确实是应该 放得果断一点 是的 但是上路两个人 在这个时候 抓掉了圣强哥 也算稍微的弥补了一下 本波的损失 那这波二塔的话 在对方四个人的 报夹之下 肯定也是推掉了 哇 连破两塔 这个下路的猎势 其实就是从一开始 那波尊草头就打出来了 中间其实 牛逼一双两个 已经处理得比较不错了 五刀的那方持平的 对 也没有出事 但是后来那波被对方包夹 就是一波传送 两个 一波回程 两个人没同一时间嘛 后面又是被对方 就是绕后 在红须做满视野之后 西威尔其实也下来了 他们两个即使 那个时候想跑 已经走不掉了 这个下路的劣势有点大 但下路的劣势 就比较容易转换成 小龙的劣势 没错 而且对于天爵来讲 下路的劣势 还有一点很严重 就是他的下半野区 基本上就很难防守了 下路前锋 那上路这边抓了两拨大树 还是有一点优势了 见机现在辅导领先 而且没死过 对 这段时间的话 牛逼要尽量把宝家在威身上 对 给他一个下路前锋 是相当有利的一个英雄 对 而且可以让他在单带上更加的 又来了 下路又来了 看到轮子麦在收线 这边布隆又从后面绕过来了 他手上是有闪现的 但是没大招 西威尔大招还有一魂魂 Q技能 是被他打住了 这卡一下 更开始你扫上来 最后一下 没有二卡 这边完全不能去收线 只能等到对方兵线推过来 对 现在ADC没出发育 而且那个线的位置又很尴尬 也去碰到一个沙皇 Q一下回身拉开 这波主要是想拿这个红 所以没更多的练战 而且布隆刚才是没大招的 是的 第二条的山脉龙 应该也要落入Six的囊中了 谁在现在肯定就觉得 为什么前面的龙 就不是什么火龙 对 昨天的话 也是解除LCK有一场 连刷了三条火龙 这个有优势以防确实太壮了 对 还有Style of Me这边真的是 他的习惯就是我打完一波 只要我有优势 一定是先进你野区 把你的所有野怪全反一遍 不给天局留活路啊 当着沙皇的面 把这个似鬼惩戒一下 诶 烟雾带搜掉 就很潇洒 你发现没有这个人 他刷也就感觉非常潇洒 上路布隆就明显 已经感觉到这边有人了 就看他们是想追还是怎么样 卢星安这一局的话 在出装上也选择了一个 大叔是有陈送的 就上路这两个人想留 但是没Q到 撤了撤了 对 撤的比较快 两个人都有这种 节奏比较快的转距离位移 因为他们AD也上来了 如果就留住的话 还是可以打一波的 现在把上路路放到上路去推塔 因为下路这个兵线 其实已经是够了 对方肯定也不会再过于深热的去收线了 没错 但是现在转到上路之后 让前面唯一一个牛逼发育还不错的威 又陷入了很头疼的境界 他只能去下路带比较危险的这一路 是的 但还好他们这边视野是帮他做的比较多了 就红薯的视野 这一波还是能保证的 因为对方的人全在上路 打招 没有大刀人 这一波的话 随不得跟上个妈得以脱离战场 但中路的线现在虚伟也在带 因为前期下路的巨大劣势 以及连掉两个塔 这一波大刀 牛逼在转线上也很不适应现在 他们现在尽量能保证 见机那一路的话就比较不错了 是的 因为见机师他们现在唯一比较 就是优势的点 肯定在这边身上带着的狭狗尖锋 大叔跟他单带 其实还是有点危险的 不过 那毕竟外面有塔 对 有个塔在 而且这一局圣香哥的出装好像是 就走一个纯前排 他应该是已经舍弃掉了兵权 直接准备出兵心了 是的 这波他们的输出 其实每一个点发誉都还比较不错了 他们也不缺输出 对 尤其这个男枪太肥了 你看一下男枪现在装备 男枪现在138个刀 然后大影魔刀加上绿叉 比较夸张的一个发誉 侧面西维尔已经有如惊弓之鸟了 眼神视野里刚刚出现布隆 直接开大招就往后跑 万一对面闪现给个Q呢 你也了不到对吧 直接开大招就跑 反正大招嘛 现在CD还是比较快的 反正早用早CD 下路这边确实是防守不住 所以牛逸现在唯一一个可以养装的点了 对 带着霞布天空的buff 这边大叔也不太敢去抢手 嗯 没错 因为下路这个塔 其实血量肯定也不多 因为对方刚才放的路 是一直在推线的嘛 关键 马尼现在也很顺啊 这会儿如果有机会打起床 马尼的出速要比西维尔高很多很多 直接给大招想要上 圣强哥那边一边贴着墙壁 让你打分回血阵 这个小技巧非常实用 一直贴着墙壁 死死地靠着墙 上路这两个人是一定被月塔墙杀了 我交闪之后 路线这边也跟闪治疗 上路圣强哥应该是一个闪现过墙 但是蛤蟆好像不想放过他 这个青蛙追得很远 啊 圣强哥这边跑得很快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都是大自然里的东西 就蛤蟆也不吃树啊 就蛤蟆经常在那种树坑里生存嘛 对吧 对 你想他吃树也感觉挺奇怪的 上路这边杀了一个人之后 直接开始推这个二塔了 看能不能守住 杀环赶到了 杀环赶到了 还是有一点威慑力的 对 但中塔怎么办 你现在杀环过来就决定上塔 杀环退了一步就立马被拆了 哇 下路两塔也这样 杀环过来 焦Q上去再戳一下 有兵杖 但是后面的人跟得上吗 再往前戳 开大招 太大招了 护龙跳一下 南枪回身大招 大住这个路口 鞋都要闪下去了 这一波依然是只付出了一点点 召唤师技能的代价 月塔杀人同时还拆掉了旁边 而且中国二塔也被血鬼带掉了 这一局牛逼在防御塔上的损失实在是太过于惨重了 截止到24分钟已经掉了六座塔了 外塔全掉了 确实也是他们前期太劣势了 而且 三人挖去月墙偷龙 这边是因为自己有一个真言在的 而且对方刚刚就说防守了一波 现在有人还回家了 肯定是没有料到的 尽管这个龙偷掉了 拿下大龙 中了这边血鬼 利用一个血石手上还有闪现 急跑先交不慌 急跑就已经跑了 对 这W叫急跑 这边没人能留住 这个大龙在龙坑里呆得好好的 被三个人从后门进来给收了 他们伤害确实有点高 每个人都发音非常不错 本来还是想说他们 剑机如果说呆得过深的话 或者是剑机呆得过深 有人去支援或者被拿大龙 没想到对方利用一个视野 就直接把这个大龙给拿下了 是的 这样经济也是直接拉开到 他这样一来上风两路都没有二塔 其实很危急啊 对 圣枪哥这一局真的是 玩了个大树 也是甘为横花当绿叶 是的 这次可能自己也没想到 就打两分半钟 中下频频传来捷报 对 易改自己往日的常态 现在已经出到了日盐 加上冰心以及布甲鞋 来 拿下这边站在草里笑一下 就发现自己老老实实肉 这局可能就能很轻松的获胜了 对 你出肉吧 你出肉就赢了 这也是被广大网友评选为 音乐人文中最伤心的一句话 算了你出肉吧 这个时候布隆的 在优势的压制里 其实也是很强的 是的 而且关键现在 在领先这么多经济的情况下 还拿了大龙 对于牛逼来讲 在野外遭遇 小龙也刷了 是完全过 而且这条龙还是一个三脉龙 其实对于 拆塔来说 对 三脉龙正是他们现在所需要的 本身领先跟南枪两个 短手输出高进入 拆塔是容易摸不着 但你有三脉龙的话 大大增加了他们拆塔的 这个威力 上路反正还有一座二塔 其实你见机带线比较快 但我至少还有座二塔 你中上两路 其实都是没有外塔的 没错 而且当时有龙buff啊 对 下路这个血鬼也可以去分带了 就是来扎他的时候 只要他W和急跑或者闪现在手上 基本难被抓到 没错 随着新版本的高人技能更改 这个急跑的CD又短 基本上保证的血血鬼 每一波造语杠格 都有一个急跑 南枪过来再反掉石头人 这一局来讲 SWIFT在自己眼前面也聊了 我们这边进来被逮了一波 在南枪眼的后面 直接给一个大招 流不住了 先就赶紧开出大招了 那结果大招结束之后 肯定是要退我一下 南枪跟一个大招 打住了SWIFT的闪现 看你们直接把大招交给大地 大地只能交位移上枪 还好这不是 离自己的高地比较近啊 是的 要不然其实很危险的 如果不能退到高地里面 对手肯定是选择持续的追击了 没错 现在下路W回来也没什么办法 只好在下路跟大树担待 大树直接提皮跑去 而且还折迦一跑去后被秒了 只要闪现这个往后扯 下路的防离塔 选择已经非常低了 点击下来 然后闪现回去大树上去 捆住了天智 天智这边没有大招 而且已经被秒 而且男生全新过去配合 伤害普遍的大地 现在这个TANK的吸血鬼 伤害已经跟上一局差不多 就是非常的爆炸 没错 基本上是瞬间爆炸这三个人 直接选择进去一波了 27分钟再推出就防御塔了 三个人都已经死了 剩下这两个人 又没有什么亲切能力 看起来SNAKE 是能够比较快速 拿到这第一场比战 我们恭喜SNAKE 恭喜SNAKE 我们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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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喜欢